大家好 歡迎來到精油姐妹說 我是Ariel 我是Jen 了解精油濃度的選擇 動手做出專屬於你的配方 各位喜愛精油想全放料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你還記得之前我們有分享過 純精油不能直接使用在皮膚上的原因嗎 你說液滴的玫瑰精油 可能會是幾公噸的玫瑰花瓣萃取出來的 所以濃度非常非常的高 有些精油在配方中 可能只要一滴就會產生功效 因此呢 精油它不適合塗抹魚在皮膚上面 所以純精油一定要經過稀釋 但是怎麼稀釋 也有什麼稀釋 稀釋的百分比要怎麼計算 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大致上來說呢 濃度的調整必須要根據不同的人群 比如說老人、小孩、孕婦 還有沒有疾病史這些等等的原因 再來呢 使用的部位、使用的方式來做評估 會比較標準喔 所以呢 首先我們先從 使用方式開始 如果是用在一般擴香 像是 香噴機、水養機、擴香物、擴香石、擴香項鍊等等 都可以直接使用百分之百的傳精油 不用再多做稀釋 如果是用在 健康的成能肌膚上面呢 這個時候就要排出一些 特殊體質、健康問題、重症病患、還有孕婦等等 它就可以依照部位來做區分 那我們可以分別為 臉部的部分 肌膚呢 濃度大約是0.5%到1% 局部的肌膚 比如說手啊、腳啊 這個大約是3-5%的濃度 如果你是要塗抹於全身的話 記得不要超過3%喔 在這邊呢 我教大家一個小PEP喔 如果是精油的新手的話 你可以調配好濃度之後 先塗在手臂的內側 因為這邊呢 是比較敏感的 如果你這邊都不會過敏的話 那這個濃度對你來說 就是可以使用的 在這邊呢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疑惑 就是為什麼 局部使用的濃度 可以高於全身使用 因為用在局部的時候 你面積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 但是用在全身肌膚的話 你會因為同時間 大面積的吸收高濃度的精油 造成身體的 肝腎代謝負擔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身使用的時候 濃度不能過高的原因 就像呢 小叮噹的拳頭 如果我們只用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大概3-5% 如果小叮噹用全身的話呢 這樣吸收就會過多了 所以小叮噹可能就會肝腎負擔 欸?小叮噹好像是機器人 小叮噹是年長人在用的詞 現在叫做多啦A夢 再來呢是使用的年紀 尤其是小朋友 健康的小朋友呢 1歲以內呢 其實是不需要使用精油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幫小朋友做保養的話 你可以用基底油來幫小朋友做保養 那1-6歲的小朋友呢 大約是只要使用 0.5%以內的濃度就可以了 那7-12歲的小朋友呢 濃度呢 建議是健康成人的2分之1 就可以囉 為什麼我們精油 就是小朋友不適合使用呢? 因為精油吸收後 是由我們的肝腎去代謝的 但是太小的嬰兒 他的小肝小腎 可能都還沒有這樣好 所以就不建議使用 如果想知道有哪些精油 可以使用在嬰幼兒的話 可以回學看我們的方向百客 5-使用精油的4大危險族群 另外呢 如果家裡有超過 60歲以上的健康的長輩呢 建議因為他們因為代謝的關係變緩慢了嘛 所以即便是 局部的濃度也不要超過3%哦 接著呢 我們就要進到今天的重頭戲 有了濃度的概念 到底要怎麼換算 怎麼調整才是正確的呢? 公式請看螢幕上方 計算濃度的公式呢 就是我們基底有的毛數 乘以濃度再乘以20 等於說我們要加入 按摩油中的精油的總低數 為什麼是要乘以20呢? 因為呢 1毛差不多等於20D精油左右 因為呢 很多精油的密度都不同 所以20D就是一個平均值 那接下來我們要實際來套一下公式了 舉例來說 一個健康的成年女性呢 她要使用2%的按摩油進行全身按摩 而一次全身按摩 我們大概需要使用到30ml的按摩油 所以這個公式就會變成是30ml乘以2% 所以就是30ml乘以0.02乘以20 那這樣算不出來大概就是12D左右的精油 那你就是知道你要加12D的精油 那你再去套說 這12D裡面我分別要加入哪些精油幾滴 這樣子 一般方療師呢 她在進行調油的時候呢 會先將所需要的精油的量呢 先準備好 所以呢 我們會準備一個涼杯 滴入我們所需要的精油用量 最後呢 再把基底油加入到我們所需要的總漏數 就可以囉 如果忘記有哪一些好用的植物油呢 也可以回去複習我們的 方療百科6 不好意思 去方槍百科6 新手必備的植物油那一集哦 另外呢 要在這邊提醒大家 就是呢 你的精油調好之後會建議 放隔夜 甚至是24個小時 讓精油可以充分混合 靜置過的精油的氣味會會更融合 可以讓調配好的精油發揮到最好的功效 另外初期在調配精油的時候 建議配方不要太複雜 大概可以用3種左右來開始嘗試 如果這麼多的精油中真的找不到 就是你想要用哪一些精油的話 建議可以從喜歡的味道開始哦 因為呢每個人對於氣味的感受是很主觀的 還記得我們方向百科2 提到的像臭襪子的味道的那個斜草嘛 可是能量超高 而且又公認可以安定精神 達到助眠效果的精油 但是如果可以問問 我直接直接睡不著了 另外在調油的時候呢 一定要使用玻璃容器 千萬不要使用塑膠 因為玻璃容器的安定性比較高 比較不會和精油產生化學反應哦 以上配方濃度的介紹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對於精油調製有更清楚的理解 如果對於以上濃度使用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告訴我們哦 那我們下期見 掰掰